《貴外媒》披露 過去三個月裡 在沒有提供補償的情況下 中共國地政府有關部門 已經接管了至少13所盈利性的小學 初中以及一所高中 被迫將學校而交給政府的學校的所有人 無奈地表示 必無選擇 8月11日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隨著北京方面突然實施教育整頓的餘波 在全國蔓延 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民辦學校 所有人被迫將學校而交給政府 年產值1000億美元的民營教培行業 已成為中國龐大盈利性教育行業 逐漸推進國有化最明顯的犧牲品 過去20年 大陸的民辦小學數量增加了10倍 2019年最年輕規模約950萬 報導說 根據公開記錄和該部的採訪 過去3個月內 各地市級有關部門已經接管了至少13所盈利性的小學 初中以及一所高中 沒有提供補償 上星期將學校移交給政府的一所學校的所有人說 我別無選擇 在北京工作的一位營銷主管劉軒說 民辦學校普遍比公辦學校管理得更好 因為民辦要靠良好的表現來吸引學生 知情人士表示 中共政府而在今年年底前 將在營利性學校就讀的小學生 和初中學生的比例從10%以上 減至5%以下 報導還說 中共政府對該行業的興起感到不安 認為這個加大了黨控制教育的難度 而中共官員們承認 如果關閉民辦學校 資金不足的公辦學校 將很難接收大量湧入的學生 資金緊張的地方政府 也不可能買下民辦學校的產權 官方數據顯示 大陸接近有19萬所民辦學校 最後生超過5,600萬人 佔學生總數的五分之一 其中包括如1.2萬所小學及初中